我一般來講在地震不太會 所以像那一天 因為我還在讀書 所以那一天發生地震的時候 我一看到我的手機響起來 響起來我的第一個動作 我就鑽到桌子底下 然後我就順手把我的手機帶著 因為我就知道 當今天會發出這種強震情報 那一定代表很嚴重 所以我就在想 萬一我房子垮了呢 萬一我收棍在裡面呢 那我如何對外求救 我如何聯繫我的家人 都要插播 所以很多人手機還是放在一起 他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常常要出門 我手機了 我手機了 然後到處找 這樣 所以你手機要隨身攜帶 在現階段我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會這樣子幹 因為你要求救才有門嘛 對 而且它還會有一些照明 它可以滿足很多的功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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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 照明都有 對 有 有 那就是你的習慣 這就是我的習慣 可是很多人可能他不會 他可能就直接叫鑽 再問一下 就是 爹章的孫子 你就留在床上 然後供起身 保護頭 那如果是在床下面 會不會更安全一點 在床下面還是一個原則 你今天怎麼到床下 很多人都講要滾到床下 我問過還沒有人真的滾過 我一練習滾過的就是我 我發現我滾不下去 因為你沒有那麼大的膽識 真的這樣滾下去 那就滾 趕快跳下去就好了 你來不及 所以你可以發現地震還有一個很重要 其實主持人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地震你有多少時間應變 你一定要想清楚 我不是講理所當然 我一定可以完成這些動作 你看不管任何大地震 包括在台南圍觀 然後這一次如果花蓮出來 你可以問 包括昨天不是有一個被救出來嗎 他不是說他走了兩步 房子就垮了 對對對 這就是地震的事實 那個什麼蘇維的 對 量蘇維是不是 對 走出來那個 對 因為他都用秒來算 對 他大概都在大概 一兩秒鐘 兩三秒鐘 你只有這麼短的應變時間 我們可以講這麼多 我沒有人說 欸 會重呢 還要你害 但你圍攻之後就不會有 然後他就問說 要走嗎 對對對 真的啦 大部分的不是都這樣子 等於圍攻之後就不會有 蛤 圍攻之後就不會有 圍攻就不會有 如果真的倒的話 因為真的倒你不會負負 你真是因為你家沒倒 所以你真的可以在那裡 那時候你還聽我 陪他摸 偷偷開幹 我愛你 什麼 你還想我愛你都還來得及 對對對 好 所以因為你真的那種房子會垮 你去問台南圍觀 你去問當年東興大樓 包括這次花蓮 所有人答案都一樣 我根本來不及 對 來不及 對 所以你就必須利用那麼短的時間 要不要跑下樓 一定來不及啊 對啊 所以還是要先躲 這個絕對是最大原則 記得喔 不要跑下樓 現在大家都住大樓的高樓層 不要跑下樓 我應該講10點 在搖的時候你不要跑 搖完以後 趕快跑 你要去判斷 判斷我該不該做後續的動作 如果你建築物受損 那你當然要離開 那如果你建築物沒有受損 就我的認知 我覺得也不需要啊 為什麼 因為假設這是主政 主政都沒垮了 餘政怎麼可能會垮 像你這種專家有沒有辦法判斷說 這不用怕啦 沒在插他 就是小的地震 不會 還是說這個判斷 這個是大地震要應變 每次都把它當作最大 對 我每次都把它當大 我不會去判斷 因為地震到現在沒有人能預測 所以你不知道它會先小搖 再大搖 還是一開始大搖變小搖 不知道 所以我會只要接受到 我就會把它當作 一個大地震來看它 我有可能會受困 所以為什麼 就我來講 我會把手機就帶著 事實上台北也沒有造成任何災情 可是對我來講 那已經是我的習慣了 好 了 你今天帶這麼多東西來 沒有 這個就是緊急避難包 那這也是很多人對地震的時候 緊急避難包用途 最近又有很多人瘋狂的在講 可是大家對緊急避難包用途 我個人感覺是有一個很大的迷思 認為你受困在屋子裡面 在使用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各位 要重新去審視 我想先給各位看一下 緊急避難包裡面有很多物品 當時我是從美國買回來 我桌上有擺了很多東西 這是從日本買回來的 因為我想了解各國在緊急避難包 裝備內容有什麼不一樣 美國這上面有一個 它就有告訴你急救的手冊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 我們台灣現在在緊急避難包裡面 很少人會去放這個東西 你在災害的時候 你還是有可能會去幫助到別人 為什麼他會跟你放這個 你想想看你今天困在裡面 你怎麼可能去用到這個資訊 所以很明顯緊急避難包 不是你困在屋子裡面的時候使用 你像在緊急避難包裡面 它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它會希望你去準備什麼 它會希望你去準備一些冠洗用具 這個是所有不管 冠洗用具 對 這個是不管在日本在美國都一樣 所以它會希望你去準備 比方說像這些冠洗用具 絲毛巾等等的有沒有 它背後又代表 有牙膏 有絲毛巾 乾洗手 衛生棉紙 酒精片 還有面質 為什麼他要準備這個 就是代表今天地震以後 如果你的房子不能待 你要到外面避難 這個時候你才會用到這些物品 所以簡單的講 緊急避難包不是給你受困在 倒塌建築物的時候使用 它是給你地震發生以後 你的房子不能住人 這時候你要到外面避難的時候 你背著它出去 就像我們可以看到 逼人我們外面就被你傷害了 你怕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概念 在很多大地震來的時候 事實上物資會搶購 所以我舉個 當年日本在1995年 板成大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發生了以後 結果民眾政府要支援 政府支援的時候 就給它發一些物資 結果關東地區就說會很方便 便利商店 所以你幹嘛給我發物資 你給我採購券 結果那時候被罵死了 結果後來在311地震 他們就依據這樣的經驗 去發採購券 結果那邊遞廣人稀 他根本拿那個東西也不能吃 他也買不到物品 所以你本來在資源還沒有到達之前 你就應該要自保 所以你在外面你不見得 第一個不見得買得到 第二個搞不好便利商店也垮了 我覺得既然災害的準備 就是要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如果想到一個畫面 就是那個之前的東興大樓 不是有扣錯過130個小時 那個